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此之后 红军就在龙山关下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掌声 这种军事上的转折其实是政治上专程的结果 而政治上的转变并非核风行 是两种思想激烈碰撞出来 冲突的外在表现 首先是红军的行军路线来了一个大转弯 湘江战役之后吧 伯谷和李德还是主张向北和二六军团会师 但在这个方向上 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 而毛泽东建议呢 要向西到敌人最薄弱的贵州去 要往袋子的深处扎 还是要往袋子的前口跑 冲突就将开始 当时各方面的状态是这样的 伯谷和李德经历了湘江惨败之后压力很大 心态不稳 风格越来越粗暴 而毛泽东呢 则在高压环境下 展现出了更良好的心态 他经常反复地解释 耐心地做思想工作 乐于听取各方的意见 这两相对比啊 使得大多数的红军指挥员 对现在的领导层产生了怀疑的不满 想要做出改变 一个典型的故事啊 就是周子昆事件 周子昆呢 是一个师长 带着队伍在湘江阻击敌军 最后啊 只带回来十几个人 自己也受伤 李德当时直接命令 把他捆了 要去打扮 毛泽东这个时候 挺身而出出来干预 他跟周子昆谈了话 鼓励他要接着好好干 这种处理方式啊 搞得李德暴跳如雷 大骂毛泽东 是收容败将 笼络人心 而这一幕 你说任何一个红军战士看到了 会是什么心情 跟你讲的一样啊 支持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多 通道会议 离平会议 猴场会议 这几次讨论行动路线的会议上 伯谷和李德都说 要与红二和红六军团会合 而毛泽东则不同意 最后大部分人都赞同毛泽东 在离平会议之后啊 李德甚至气得跟周恩来大吵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大强调 改变了第一个设计 这些决议 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 一致通过的 他有什么问题啊 据说周恩来也跟李德拍了桌子 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下 就是这样 从离平到黄平 从黄平到乌江 乌江到尊义 一路上争吵越来越激励 最后啊 房价强说 不然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吧 把伯谷 李德直接轰下来 当时张文天也赞同啊 说毛泽东得出来 打仗还是他有办法 这说来也巧啊 过湘江的时候 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 刚好被敌机炸毁 那上面的紧箍咒就没有了 那进入追议之后呢 蒋介石也没有增长到红军的终极 下令部队整讯待命 后面的追兵战时也退了 时机正好 追议会议马上被提上日程 两边的人马就这么拉开架势了 张文天直笔写了一个 反对左倾的报告提纲 毛泽东啊在以往开会的时候 一般都是继续发言 不过这次他也非常认真地提前准备了详细的提纲 伯谷自然也能感觉到气氛不对了 他派出凯峰去拉拢盟友 但是此时大部分人其实已经开始支持毛泽东了 比如内容针就好几次让凯峰碰钉子 1月15日晚会议交开了 会议由伯谷主持 他做了一个主报告 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 但谈到造成失败的原因时 他就开始甩锅 把责任都退到客观方面 谁想到这些话 正好全落在张文天报告的设程范围内 他指名道姓地把伯谷和理德 在军事指挥上犯得终于轻痛批评了个别 毛泽东紧接着也发言了 除了严厉的批评国谷和理德的错误之外 还把错误盖过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防御中的倒守主义 和特别确定中的逃跑主义 如此一来 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 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争议 就这样完全摆到桌面上来 王家强这个时候看传实习出来补刀 他郑重建议 马上改取中央军事指挥机构 取消理德和国谷军事指挥权 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 朱德 刘少奇 陈云等 分分表示支持 王家强这个助攻非常重要 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关键的一票 这眼看就没戏了 凯峰就急了 直接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 一点都不高明 说他就是靠两本书 一本是三国演义 一本是孙子兵法 那毛泽东就直接针锋相对 反问到孙子兵法有几张 第一篇的题目叫响 这下子把凯峰给问懵了 看来是没有看过呀 那你凭什么说 我就是按照书本来打仗的 会议进行到这里 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三天的会议下来 大概做出了四项决议 第一是选举毛泽东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是指定张文天 起草遵议会议决议 第三是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 第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 遵议会议可以说是 带来了一个命运的大转折 他结束了以王明伟代表的 左倾冒险主义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 也挽救了中国的国民 现在回头看来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扭转乾坤 办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说的具体点就是 结合客观实际 摆事实 讲道理 团结大多数人 在遵议会议之前 毛泽东长期生主力金 长时间被鼓励 差点都没能参加长征 这种磨练让他深刻地领悟到 以斗争求团结的重要性 一路上他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 让正确的意见 被大多数人逐渐接受 其实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 也是很有这个特点 就是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正是因为这样 才能够不断撞大 从另一个层面看 遵议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 还在于独立自主四个字 这个会议上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是在中共同共产国际 断绝联系的情况下 独立自主做出的 在毛泽东在多年以后 一次见外宾的时候说到 从那以后 我们就懂得了 要自己想问题 独立思考 自力更生 不忙从 不忘记 无论是在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立足点 那这次会议映藏了无数的智慧 其实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 也有很强借鉴意义 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能有启发 那最后还是我们的文章环节啊 你怎么看待独立自主的重要作用 请在弹幕和评论区 踊跃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请一键三连 下期再见